欢迎来到我们的加拿大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有三条精彩的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来自维多利亚大学的科学家们 正在努力恢复加拿大西海岸的海藻森林 这是一个为期四年的项目 既在对抗热浪气候变化和海胆的威胁 这个项目得到了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的支持 并与当地的原住民社区合作 科学家们正在测试不同材料上的海藻生产情况 以期找到最适合的生长环境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Netflix上最火爆的30部电视剧 包括《王冠》、《鱿鱼游戏》、《布里奇盾》、《后翼器兵》和《怪奇物鱼》等 这些剧集不仅在观众中大受欢迎 还获得了评论家的高度评价 最后还获得了评价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在加拿大日发表了一段视频之词 强调了庆祝加拿大人民土地和历史的重要性 他提到原住民和加拿大士兵的历史和牺牲 并强调了多元化带来的历练 特鲁多还呼吁加拿大人继续努力 让加拿大变得更好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环球邮报》报道 在温哥华岛的巴克利湾冰冷的海水中 一群科学家正在海底忙碌着 他们是维多利亚大学的研究人员 致力于在海洋热浪气候变化和贪婪的海胆威胁下 重建海带森林 这些海带森林对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 提供了鱼类和其他海岸生物的食物和资源 项目负责人朱利亚·鲍姆教授表示 2014年至2016年的长期海洋热浪 对东北太平洋地区造成了重大影响 导致许多地方的海带森林消失 该项目得到了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的368万美元资助 目前已进入第二年 研究人员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沿海的原住民合作 在巴克利湾的班菲尔德培养海带苗 鲍姆教授指出海带恢复科学仍处于起步阶段 他们正在尝试在不同材料上种植年轻的海带 以找到最佳的生产方式 他强调这项工作充满挑战 潜水员需要种植、监测和测量海带在不同条件下的耐久器 《每日电讯报》列出了Netflix上最值得观看的30部电视剧 首先是王冠尽管后期不如前期强劲 但依然是一部细致入微 编剧尖缀且令人着迷的皇家剧集 拥有一流的演员阵容 其次是《鱿鱼游戏》 这部关于经济差距的韩国反乌托邦剧集 成为Netflix最受欢迎的节目 全球超过1.42亿家庭观看 第三是《不与其顿》这部改编自 朱利亚·奎因浪漫小幅的剧集 以多样化的演员阵容和激烈的性爱场景 吸引了众多观众 其他推荐的剧集包括后裔骑兵 怪奇物语 女子监狱 艾瑞克 破产姐妹 卢平 怒火 一级方城市 生存之躯 制造杀人犯和网的星球等 《多伦多星报》同样报道了温德华岛 巴克利湾的海带恢复项目 唯独利亚大学的科学家们正在努力重建这些重要的海洋栖息地 以应对海洋热浪气候变化和海胆的威胁 朱利亚·鲍姆教授研究了几十年来的数据 发现2014年至2016年的海洋热浪 对东北太平洋地区的海带森林造成了重大影响 项目得到了加拿大渔业和海洋部的368万美元资助 研究人员与不列颠 整驻研究人比亚省沿海的原住民合作 在班菲尔德的苗圃中培育海带苗 鲍姆教授指出海带恢复科学仍处于起步阶段 他们正在尝试在不同材料上种植幼苗 以找到最佳的生长方式 他强调这项工作充满挑战 潜水源需要种植监测和测量海带在不同条件下的耐久性 原住民联络员康尼·克罗克尔表示 恢复海带的关键在于提高公众意识 希望通过大家的支持来保护海洋生态系统 多伦多新报报道 7月1日 加拿大总理贾斯廷特鲁多在加拿大国庆日 向全国发布了一段视频信息 他在视频中回顾了加拿大的历史 从原住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开始 到二战期间加拿大士兵在诺曼迪海滩的英勇表界 强调了加拿大人民为自由和权力所做的牺牲和努力 特鲁多还提到加拿大的价值观是包容和多样性 这些价值观吸引了世界各地的人们前来加拿大 尽管加拿大的历史中也有不公正的部分 但特鲁多表示加拿大正在通过和解过程面对这些问题 他赞扬了在疫情期间照顾弱势群体的工人和志愿者 应对野火的勇敢急救人员 以及在前线为民主和自由而战的加拿大武装部队成员 特鲁多呼吁加拿大人民继续努力 让这个国家变得更好 并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卫报》评论了魁北克演员兼导演莫尼亚 乔克里执导的第三部电影《Advent》 影片讲述了中年哲学教授索菲亚 在与粗犷的工人希尔万之间发生的一段激情四射的恋情 索菲亚在雇佣希尔万修缮她的度假小屋时 意外发现她也能点燃她的性爱生活 影片前半部分充满了浪漫和激情 但随着故事的发展 希尔万的右倾诗人喜好 嫉妒 攻击性和种族主义等问题逐渐显现 乔克里试图通过自然纪录片的拍摄手法 来探索角色的道德复杂性 但繁复的视觉风格有时反而分散了观众的注意力 尽管如此 影片仍然通过幽默和跨界的情节 展示了索菲亚与希尔万之间的复杂关系 《多伦多星报》报道了安大略省退休律师丹麦克唐纳 因中风导致行动不变 依赖电动轮椅生活的艰辛尽力 麦克唐纳对安大略省辅助设备计划 而DT感到失望 认为该计划无法提供满意的服务 他多次向卫生部长和省长办公室投诉 但得到的回复让他十分不满 麦克唐纳表示 电动轮椅的调试和维修过程漫长起复杂 但对DP的唯一供应商 沃沃沃省公司服务质量参差不起 导致他和其他残障人士面临诸多困难 麦克唐纳呼吁政府开放电动轮椅维修业务的竞争 以改善服务质量 残障研究教授杰夫·普雷斯顿和残障权力倡导者大卫·莱伯斯基 也支持麦克唐纳的呼吁 认为现行的垄断服务对残障社区造成了不变 绿党议员艾斯林·克兰西计划召开市政厅会议 让了DP客户表达他们的担忧 并推动对该计划进行审查 多伦多星宝报道 过去24小时内 多伦多东区发生了多起与拖车有关的枪击事件 警方正在寻找协议人 警方接到报告称额 从周六凌晨2点到周日下午7点45分 在释迦堡的41和42分局辖区内 共发生了8起武器射击事件 嫌疑车辆在八个不同地点开火 后座乘客多次向受载者住所开枪 尽管没有人员受伤报告 但多辆车和住宅被击中 警方认为所有枪击事件都涉及同一辆被盗的深色四门本田 即而非嫌疑人在开枪后逃离现场 环球邮报报道 从明年三月起 卑市省所有新建住宅必须具备适应残疾人的能力 但开发商对此表示担忧 温哥华市因此推迟了合规时间 新的建筑规范要求住宅能够适应轮椅或住行器使用者 这意味着需要更大的厨房 浴室和卧室等 可能增加数万元的成本 支持残疾人权益的组织认为这些变化是必要的 并且费用并不像开发商所说的那么高 省政府和开发商正在讨论如何在减少成本的情况下实施新规 确保新住宅的建设不会受到影响 环球邮报还报道了新布伦瑞克省的一项奇特实验 生物学家凯伦·范德沃尔夫在一个废弃矿井中 发现了一只死去的海犁 其尸体上长出了四朵小蘑菇 这个实验始于十年前 当时范德沃尔夫在新布伦瑞克博物馆工作 研究白鼻综合症对蝙蝠的影响 他和同事在矿井中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射树 几个月后射树尾巴上长出了蘑菇 由于蘑菇非常脆弱 难以采集 他们决定在矿井中放置更多动物尸体进行实验 尽管实验中有些曲折 最终在2022年他们在一只海犁尸体上成功发现了蘑菇 基因分析显示 这些蘑菇属于一种以前只在树桩和木材上发现的物种 这一发现引发了科学界对蘑菇如何从动物尸体中获取营养的兴趣 CBC加拿大国庆日来临 加拿大消防官员提醒公众安全使用烟花 加拿大消防局局长肯麦克满文强调 烟花本质上是爆炸物 在炎热干燥的条件下尤其危险 全国每年有超过700个消防部门接到与勿用烟花有关的报警 在许多地区 使用烟花需要许可证 例如温哥华禁止一般公众销售和使用烟花 联邦政府发布的烟花式安全提示 包括追据说明保持水源在旁 以及避免在有风的条件下使用烟花 此外烟花可能引发野火 尤其在今年已有多省爆发大规模野火的情况下 更需注意 为了庆祝全国原住民日 卑诗省南部的Temple PSC SatchVicom社区选择使无人机进行空中灯光秀替代烟花 以并免对宠物造成压力 卑诗省动物保护协会建议宠物主人在烟花燃放时 将宠物留在室内并确保其身份信息更新 布伦多星报 乌克兰眼科医生奥尔加德尼休克来到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学习如何拯救和重建受死的眼睛 德尼休克医生在乌克兰占据工作 致力于挽救士兵和平民的势力和面貌 他经常前往前线治疗患者 面对极其痛苦的创伤 乌克兰眼科和眼瞼损伤的病例不断增加 专业医生却严重不足 为此卡尔加里大学与加拿大眼科学会基金会的关注乌克兰项目合作 提供一个奖学金项目 帮助乌克兰医生学习先进的眼科技术 德尼休克和另一位教授将花四个月在卡尔加里大学学习 然后返回乌克兰应用新技术 随后再回到卡尔加里进行后续工作 德尼休克希望通过学习新的方法和系统 将这些知识带回乌克兰帮助前线的同事拯救更多的眼睛 卡尔加里大学的卡里姆·科兰甲医生表示 他也会从乌克兰同行那里学到很多 以更好的理解他们的处境 并提供更多支持 《环球邮报》 卑诗省启动了一项独立审查 调查司法系统对性暴力和亲密伴侣暴力受害者的处理方式 省检察长尼基·夏尔玛在采访中表示 听取了受害者的反馈和一些引起全国关注的法院案件后 他决定进行这项外部审查 其中包括一名省法院法官在讨论一名偷窥者的再犯倾向和康复前几日 提到其婚姻亲密缺陷 以及一名辩护律师在法庭上暗示一名13岁女孩 可能同意与强奸并杀害她的男子发生细行为 夏尔玛任命了辛斯科社省大规模伤亡委员会的委员金斯坦顿进行全面调查 并在明年5月前提交最终报告 审查内容包括警方对亲密伴侣暴力报警的回应方式 以及法官在这些案件中对罪犯的量刑方式 夏尔玛希望至少能增加报案的女性数量 并探讨为何如此少的女性选择报警 达尔豪斯大学法学院教授伊莱恩·克雷格欢迎这项调查 但表示其效果取决于政治领导人对建议的执行力度 克雷格指出刑事司法系统是应对性暴力至于社会问题的主要手段 但目前的司法过程对受害者来说仍然是非人道和残酷的 需要改进 《环球邮报》报道中 CUTE全国高级经济学家安杰拉·麦克尤恩指出 尽管食品价格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但自2021年5月以来食品价格已经上涨了21%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加拿大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仅增加了5% 而食品和饮料零售商的利润却增加了近18% 刀准政策工具箱无法提供利涯的救济 而价格控制可能是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 德国经济学教授伊沙贝拉·维博 在2021年提出战略性价格控制能否帮助对抗通货膨胀 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但时间证明了他的观点是正确的 韩国和法国等国家已经采取了类似的措施来稳利物价 维博教授指出二战后使用价格控制来缓解通货膨胀的历史先例 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 而不必通过加息来压低整个经济 《环球邮报》报道中 加拿大第一民族银行组裁兼首席执行官比尔·洛马克斯强调 城市保留地是增强原住民经济前景的一个重要机会 与传统保留地不同 城市保留地是位于或临近城市区域的土地 专为原住民使用和受益 城市保留地的主要经济优势在于税收优惠 这位原住民企业家提供了有利的商业环境 此外城市保留地还吸引了非原住民企业寻求合作伙伴关系 带来了投资和就业机会 根据加拿大原住民服务部的数据 全国已有超过120个城市保留地 且数量还在增加 城市保留地不仅能缩小原住民与非原住民之间的经济 还能促进经济和文化复兴 为未来几代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环球邮报》报道中 Imagine Canada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鲁斯麦克唐纳德指出 慈善捐款减少和需求增加 使得慈善机构面临巨大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 2022年申报慈善捐款的加拿大纳税人数量创历是新低 仅有17%的纳税人申报了捐款 与此投尸经济条件的恶化导致对慈善服务的需求激增 尽管慈善机构在帮助有需要的人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但其财务基础正面临压力 联邦预算中的替代最低税MT变化将减少高收入者的慈善捐款激励 这对慈善机构的收入造成负面影响 迈克唐纳德呼吁政府提供更多支持 确保慈善机构能够继续为脆弱的加拿大人提供必要的服务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 star brief 靠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5分钟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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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